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的医院外 还将新冠病毒患者送入另外六家外地医院治疗 国家公务卫生中心部门负责人向ME电台表示 这种流行病的趋势仍在上升 预计感染人数将进一步提高 加尔科齐埃格尼斯要求 每个人需要避免群体活动和无法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 薛亚利向捷克提供的150台呼吸机已经在路上是最早的一批 如今 捷克每天有一万多例新病例 而医疗却被病毒的大流行所淹没 以至于捷克人民向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寻求帮助 捷克总理还在其推特页面上感谢薛亚利总理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也用薛亚利文在推特上称赞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 谢尔多比德在公共主义上否认唐纳德·图斯克的说法 外交部长写道 唐纳德·图斯克有机会证明自己 但在使欧洲人民更容易面对大流行的经济和健康挑战方面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 谢尔多比德表示 唐纳德·图斯克没有为引接呼吸机和保护工作岗位提供一丝帮助 唐纳德·图斯克作为党派的领袖和个人都是失败者 在大流行期间 帮助薛亚利家庭的措施正在扩大 从1月起 通过家庭住房补助政策 购房之后不需要赴税 抚养孩子的人可以收回房屋装修成本的一半 最高300万福林 财政部今天提醒注意以下事实 家庭补助金一直在稳步增长 例如自2010年以来 家庭补助金增加了26倍 由于水电费的降低 天然气和电力的价格一直是欧盟最低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亚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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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